四年一次政副总统就职国宴 要让宾客大饱口服 更要吃尽满满台湾味 每道菜都暗藏玄机 前菜冷盘季节蔬菜搭配五种颜色沾酱 象征台湾五大族群融合 客家菊酱冬泉辣椒酱酸辣口味 可以激发更多火花 在地味道就是虽然有食材 有台湾当地的故事 有台湾菜色 我们希望把规格也提高 它能够有个国际的能见度 要吃出台湾味 像这道南国酱卤 潮中卤水结合台湾卤味 汤品则是客家经典竹笋菜脯鸡汤 老菜脯搭配夏季竹笋提味 而今年就职国宴 以食台南当然少不了在地美食 家人饭吃台南百年历史的 一个美食 四桌四吃 模拟好几次 把每一道菜希望做得更好 来呈现台湾美食 非美饱满的火烧虾 每颗米粒 稀饱鲜沙精华 夏人饭要让国际宾客 体验台南美食之都的魅力 连甜点都很讲究 好行程 过程当中我会去买珍珠奶茶 在车上喝 平常都喝全糖吗 全糖当然才够味 还够利 赖清德最爱的珍珠奶茶 这回也端上国宴餐桌 只是全糖珍奶得跟着调整 糖度改为三分糖 总统说以后他也不再吃全糖 但是我跟总统报告 我们去的全糖还是很甜的 也是希望说 让台南人情味的甜量大家都感见 国宴菜不只讲究口味 菜单也传达不同讯息 像是2016年总统蔡英文就职国宴 强调在地纠席 这碗锦绣菊花鸡汤就很搞刚 还有他最爱的客家炒板条也上桌 更是历届国宴中甜点最多的一回 黑糖糕 金钻凤梨酥 牛嘎糖 木瓜牛奶 冰淇淋 通通有 附上QR Code 秀出产销履历 展现台湾农业实力 2008年马英九国宴 台南观庙放山鸡 高雄美农板条也入菜 象征对南台湾的重视 前总统陈水扁则提倡环保 首次舍弃鱼翅鲍鱼 加入湿木鱼丸汤 台南挖柜代表陈水扁的出身 就职国宴八道菜 从食材到料理手法不容马虎 要在宾客前展现台湾在地价值 金新闻众报道